B-BEN早前宣布将会在春天推出新歌 事隔四年回归月坛 同时TOP则确定不再与外居乐续约 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今天TOP登上了香港时装杂志的封面 杂志官方社群上用中英日韩四种语言 介绍TOP事隔五年强势回归 并在杂志中大谈他过去数年间的心路历程 以及透露了未来的规划 跟在韩文的版本中 透露了TOP之后打算推出solo专辑的计划 消息出现不少粉丝购买杂志 然而问题在于TOP把杂志官方的中英日版本宣传文截图后 再分享到自己的个人社区 但唯独漏调分享韩文宣传文的举动引起猜测 有网友表示TOP是对韩国有不满才会这样 毕竟当初被翻旧账 被网友吵不是不想在韩国回归 但也有网友觉得TOP就是单纯不想分享 没有那么多理由 虽然意外引起讨论 但不少粉丝还是相当期待 TOP沉淀五年后的最新面貌